大家今天畫完光 光我也有一些建議 那我也跟各位講光其實很重要 那未來各位要優化你的電路的時候 這個很重要 那現在大家做的是堪用的東西 那你去優化還是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間喔 那我們有光之後 那我們有同學開始模擬電容 那電容的做法最簡單就是說 你把那個 TSRI 它有一個基礎的電容的Sale 那電容Sale它這邊會有一些輔助的導線 那這些導線畫起來之後 然後 你把這個光也把它包起來 那這邊光包一圈 那我跟各位同學有提到過就是 你在做模擬的時候其實 你不能只看訊號線 所以說基本上這邊會有廠 這邊會有廠 那這些東西 你最好你的料都把它框起來 然後 然後去模擬 那你模擬完之後 那你去那你現在 好像TSRI它提供的 的Sale裡面的那個叫什麼 的Model 其實基本上 不包含寄生電容 不包含寄生效應 那沒關係 你就看核心的這個電容就可以了 OK 就這樣子 那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現在下來就要講 下一個階段 就是大家可能會有 那個blocking電容 然後 然後也可能會模擬 那個T9 T9我看大家都做得不錯 那所以說你T9會模擬之後 你應該也會模擬band 就是彎腳 那我們有提到過 不同長度的線 不需要每個都重新模擬一次 因為其實 它準確度不會比較好 所以你就是 模擬一個之後用physical night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有band的然後還有junction 所以你有這個junction 那你有T9 這樣很好 那你有blocking cap 那現在要模擬一個 很敏感的東西 這個最敏感的東西基本上 是跟偏壓電路有關的 那這個敏感東西叫做bypass電容 那bypass電容跟blocking電容是有所不同 所以我們這邊就來說一下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高度跟電磁模擬相關的 所以說如果 它的佈局 不同 它造成的寄生效應會有很大的偏移 那就會導致說你的電路對外界的隔離的 效果不一 那就會導致 可能如果設計不當 最容易在 新手的時候 導致電路 是失效的 所以這邊這個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剛好大家還沒有做 所以可以作為下個禮拜努力的目標 所以說bypass電容 我們 我們這邊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我們的影片 就是 bypass電容就是在 假設你有一個 short stop這個地方 那你把short stop拆開 那這邊加上一個bypass電容 這最基本 所以說這個bypass電容的 重點就是 RF 是short 然後DC 會通 OK 那所以說 這個bypass電容 它是RF short DC會通 所以 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它的功能基本上 是 你想想看 這個電路在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接點 那這個接點會接一個 線出去 不管你怎麼接 那可能PCB板或什麼的 那這個繞線出去之後 可能會 接上我的power supply 那或者說一堆電源線 總之啊就是一堆 你不知道的東西 那這東西我和 總合起來 那把它取名叫做 它有個主看叫 Zx 這Zx 是一個 你不知道的東西 它可能在 Smithchart的 任何一個位置 你都不知道 那因為 因為頻率很高 所以說 這條線只要 1公分 1公分的這個線 電源線1公分 不稀奇啊 對不對 所以它只要1公分 其實Smithchart就轉好幾圈了 你怎麼知道它到底轉到哪邊 所以說這個外面這個 Zx 是跳動很快 而且你完全不知道它的 你不能控制它 所以說 你需要一個裝置 把這個外面這個 Zx 變成 把外面這個 Zx 排除在 Matching的外面 那我們的Matching是哪些呢 我們的Matching是這些 那 外面的紅色是 Zx 所以這個 藍色這個東西 就是個樞紐 它就要把外面的影響力 把它隔開 這是關鍵 那你要怎麼隔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 他隔開的方式 就是 應該說假設我們 重點是隔開的話 那我們這一個 就是我把這個東西 再放大 他就變成 這是一個電容 然後這個外面是 看到是 Zx 我要外面看到是 Zx 那我這邊固定看到是 某個值 那可能就是 固定值 那在這邊就是Short 所以 我這不管外面的主抗是什麼 那我對於我這邊來說 就是一個Short stop 這是白髮子電容最關鍵的地方 它最關鍵就是 它 使得外面跟裡面沒有影響 所以既然外面跟裡面沒有影響 那你要怎麼去評估它的特性 那我覺得最直接的特性就是 這是我認為的 最直接的特性就是 這是Port 1 這是Port 2 你直接看S21就好 對沒有錯吧 因為 我們的反 假設我們這邊是 一個S三數 那這邊會有反射系數 那這個反射系數 Zx對應的反射系數叫做 γx 那我這邊的反射系數 γ γ γb好 就bypass γbypass 那是等於什麼 我們就知道 就S11加 S12S21 γx 1-S22 γx 所以說 我這個地方要怎麼把 γx 就是γx這個東西 對於γx影響力 削弱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S21 降到很低很低 沒有錯吧 那S21降得很低 很簡單啊 就是一個電容 如果去模擬一個電容 他頻率很高的時候 那他S21是不是就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所以說 多少比較好勒 那其實是要 這也是有故事的 但是 我這邊給一個 Roughly的估計 大概是 -20db 你先大概這樣抓 所以說假設 你要的頻率在這裡 那你就電容就大到 大概-20db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樣抓 那可是 故事就不是這麼簡單 故事基本上是說 任何一個東西都有它的寄生效應 所以說基本上 你把這個電容 操作在 電容本來是 低頻是開路 那你把它操作在接近短路的時候 那它的寄生效應影響一定會很大 一定會很大 所以說 我這邊就給各位看一個 它電容 變成說bypass它的特性 highly depends on它的layout 所以說你的layout如果不同 它帶來的寄生效應就會不同 所以我在這邊給各位看一個 最常見到的一個 比較不良的bypass的做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最常見到bypass的 做法就是說 我的symbol是長這樣子 那我就是用symbol的想法 所以說 我這個地方 就加個groundpad 這地方加個groundpad 然後 然後我這個地方 就拉一個 拉一個那個什麼 schematic 然後 我這地方就一條線 然後我這個地方就接到它的上板 然後我這個地方就接下板就接光 這是 這是最直覺 就是一對一的 一對一的 對應的概念 但是 這樣的想法 因為光配通常在晶片的邊邊 但這樣想法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 你除了電容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寄生效應 所以說這個寄生效應 假設 假設這是 port1 這是port2 那我的port1取在這一點 那port2就取在這一點 那你會帶來什麼呢 第一個 這邊是不是會有一個 T字接頭 這個有T字接頭 然後再來就這邊會有條線 對不對 這條線 L1 這有個L1 然後也許你這邊接了你的電容 然後你這個電容 又不是直接 然後這個電容 從這一點到這邊 它也是會有一點點寄生電感 所以這邊會有個寄生電感 然後你的電容接到這邊之後 又有一條線 然後最後再接到你的GND 那你的GND 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GND 這個有個很大的故事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但是 假設你這是一個很好的GND 即便是如此 你這邊加了一個L1這個電感 那這是L2 L2這個有個電感 那這個 這個的寄生效應叫 L-Parasitic 我就寫 P LS 就是串聯的寄生效應 這是LS 所以你就L1 LS L2 所以說一個 一個電感 它介入 那介入一個大的電容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Smith 就是一個電容 它從 Open 那繞到Short 就給它有個很大的電容 那加一點點電感是不是就會 怎麼樣 電感往上轉就出去了 那再加一個電感就出去了 再加一個電感就出去了 所以說它只有在 在某個頻率的時候 還是真的Short 但是在 頻率比較低的時候 以及頻率比較高的時候 它都會遠離Short 都遠離Short 所以說 實際上 你加了電感之後的bypass 它其實不是長的這樣子 它其實都會 它其實會比較像是 打一個勾 這樣子 然後這個 只有低頻的時候 它才會跟理想的電容 一樣 但是這個高頻這個勾的位置 以及它的 它起來的幅度 以及它的這個頻寬 都被這個寄生效應影響 所以說bypass的電容的特性主要 就要看它的寄生效應 所以說 你CMOS的電路 你如果很常見到 那種那個 畫的不良 就是初學者 最常畫就是 降完 降完之後 你的這個bypass的效應 一定是非常的不良 那所以說 你假設 你現在的頻率在這裡 那你自以為 它會很好 但你加上吸生效應之後 非常有可能 bypass到這邊 就是 就是沒有 功能的bypass 那就會失效 所以這個 這個要留意 它有可能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它就沒有 阻擋功能 所以說你要極盡可能的 把你的 那個寄生效應把它 減少 那至於要這樣的話 那要怎麼畫 那我這邊跟各位講 我會希望各位同學要照我的 方式化 因為這個 這個畫法是 我覺得蠻重要的 好 那畫法就是這樣子 它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你要接到光 所以首先你的光 一定要鋪好鋪滿 就是 假設 你的光這樣鋪 那 我鋪好了以後 那 我的 我的電容 畫在中間 好 那 這個關鍵就是這樣子 電容它 有上板跟下板 所以說 假設是電容的下板 我們在看 我們先看 這邊會有電容的CBM CBM你就延伸出去 一個最短的路徑把它 跟旁邊的光 把它打在一起 CBM 最短路徑 好那這個地方 是因為bypass的特性還是在耳提面一下 接到接地 那最好打好打滿 滿 然後 打好打滿 然後把接地的特性做好 這邊給它接地 那第一個 電容上板是這樣 下板是這樣做 所以你的電容出去之後 我就很快就接地了 那 上板怎麼做勒 上板這個地方 就是 到這邊之後 你就接上板 那上板就接過來了 那 有些的 之前的 之前的layout 我們比對一下 這個layout 它基本上 是這邊接上板之後 然後訊號就這樣接 不要這樣做 上板就是貫穿 你的 電容 Metal 9到這邊之後 接過來 然後就一條龍骨接出去 然後就上板就接出去 就直接這樣做 所以 CTM 然後 訊號線 貫穿 貫穿電容 這樣做的電容 它的寄生效應是最小的 這樣子 這樣子 不曉得大家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這個很重要 降化是很重要 我會要求大家就降化 那如果降化我就會 這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之前每次 講 好幾遍 然後 到了期末review 大家還是降化 然後我就 我就想了一招 就說 如果說降化我就 佐量扣分 然後大家就突然問我 要怎麼化 這樣 所以說我這個 很強調 因為 這個是 會讓電路 WALK的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 所以一定要照我這樣化 要不然我就會 佐量扣分 這樣子 對 那這個原因是 我先看一下 把這個 放一下 讓大家理解一下 請問大家懂不懂這個意思 就是我現在只畫上板跟下板而已 下板就是 在旁邊直接接地 然後上板就是一條龍骨去貫穿 從上面接進來 從下面接出去 那你的訊號線就 就很好想像 你的訊號線到這邊之後就怎麼樣 就對地的路徑 接到鏽頭的路徑就很短 所以說他的 對他的 寄生的電感可以說是 可以是最佳化 這是對寄生電感最佳化的一種做法 所以 請問一下 就給各位 10秒鐘的時間 大家看看 然後 有問題趕快跟我講一下 因為 我希望大家下禮拜 都 這個的EM要出來 然後 這個的layout也要出來 因為這個很重要 那至於說 你的 國王要不要把下面都補好補滿 那這個地方 我覺得沒有太大差別 因為 你接地都是要從這邊接的嘛 所以 國王要不要補好補滿 是對特性沒有太大差別 但是 好像有些DRC是可以補好 是嗎 我不知道 國王下面可以補嗎 Metal 1可以 那也可以 那也是很好 這樣子 那 如果不補滿 其實對特性也沒有差很多 我小時候好像是 下面放光 好像會錯 那這個 這個就是依據DRC 然後理解一下 然後比一下這兩個的圖 就是這兩張 就是 我這個東西 其實是等於這一個 但是你如果照著 它的SIMBOL 我講的是SIMBOL 做這樣子 但讓它的RF特性 最理想應該是用這種做法 可以喔 那就假設大家都OK 所以 請大家下禮拜 就一定要 就是 也不是一定要 就是 假禮拜扔的話 就把它劃上來 那你劃上來的話 確保說你的這個電路不會被 這個東西影響 那 就讓我稍微再延伸一下 就是 因為 這個接地是很簡單的 但是 實際上在其他製程它接地就沒有那麼簡單 我舉例來說 像 像三五軸製程 假設你做什麼 化合物半導體 它的 百帕子可能這麼大 那它的罐孔 一顆罐孔就這麼大 就這麼大 跟白帕子差不多大 就是就是剛好在它的它的旁邊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還不打緊 因為 你這個罐孔的 高度才 4米孔 但是 有些化合物半導體 它接地的這個高度 有到 50 到100米 所以說你真的沒有辦法避免說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什麼 電感 你真的避免不掉 那這個時候 這時候你如果去看 從這邊走到這邊 還要再鑽到地下 所以它機身電感就會大 那 這個時候你去看 就是說 如果是你去 什麼 去找 找那個什麼 那個 生化家 就是 給你那一出來的 那你如果去看它的 百帕子的模擬 它大概就會有一個 這個勾勾 然後 這個勾勾 如果你的這個電感的效應很嚴重 你自己去可以去試試看 那勾勾就會勾得很sharp 這它不會起來 但它就會很sharp 那所以說你的適用頻寬就會很窄 那如果你的百帕子適用頻寬很窄 那你的 Game 比它寬 那這邊的東西基本上 你 根本沒有辦法預期它的特性 因為 外面的東西就會加到你的Match裡面 所以說百帕子的設計是 EM裡面第一件是最敏感的 所以 你如果 你發現你的白帕子太 太怎麼樣 太窄了 那你可以加兩顆 這兩顆這個東西 那想辦法把它拓寬一點 這樣子 因為 兩顆這個東西 它的LS 就會除以2 對不對 因為LS並聯 除以2之後 它就會稍微再寬一點 那有些 像我們前一陣子做 有些做 做什麼 做超級寬的 那你就變成說 你可能就是 你的頻寬要這麼寬 那你可能 你要這麼寬的 百帕子 那叫特製 就是說你的百帕子就要 就是 小的 中的 大的 然後讓它在 所有頻寬之下 它都要有一個 很好的 很好的結果 這樣 所以說 它的 百帕子的 第一個關鍵 其實不是它 要全反射 第一個 最大的關鍵就是它要讓 外部不要變成 那所以說假設你這種 特寬頻的 百帕子 那你 它在 不同頻率之下 它一定有 它的反射係數 不一定都是 因為它已經繞得那麼遠 所以說這個時候你就要 把這百帕子 拿進去 你的電路開始去考量 是不是對 所以這是 這是寬頻的 這是寬頻的百帕子 或說三五組百帕子 做的事情 那 在CMOS的電路裡面 因為 你的CMOS電路的 對地的 那個距離實在 太近了 大概才4micro 所以它其實可以做到 超級寬頻的百帕子 都 沒有問題 就是 我現在模擬CMOS 假設 Layout是正確的話 我還沒有看到 往上打勾的 Case 所以說 所以說 大家只要照這樣做 那百帕子就不會往上打勾 那這個打勾的這個事情 叫做共振 就是 Bypass 最好不要讓它共振 你如果共振的話 你要很小心去看它 是不是 錯誤 所以說 在這邊 你要盡其可能的 把你的 寄生效應 做到最小 最小 最小 那這個是 所以說 第一個 第一個假設 各位適應的 那個 EM 以及那個 Layout 那第一個要畫的東西 就是你的Bypass 這個很重要 好 那 有時候 你做一個很高頻的電路 那假設很高頻的電路 它的罐孔也很大 那於是乎 他 他 你就是沒辦法 他一定 假設你要做頻率這麼高 那你的 你就是 沒辦法拉到這麼高 怎麼辦 你要怎麼做Bypass 還有一些辦法 就是你可以用 Open Stop 假設這是 這一點 你希望這一點是 Short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加 Open Stop 這邊可以加 四分之 波長的 Open Stop 那四分之波長的Open Stop 這邊看起來就是 它是 Open 轉Short 他就是 Smithchart 從Open轉到Short 那四分之波長的Open Stop 超級窄屏 它多窄 反正 反正它就是 就是這麼窄 很窄很窄 所以說 這個東西就是 逼不得已在用 因為它是傳輸線 那你希望它寬一點可以 就是 希望它在低阻抗的時候 走比較 遠 那你可以用低阻抗線 就可以用 用很胖的這種 低阻抗線 來做 Oper Stop 就是假設是低阻抗線 我把這邊插掉 但這樣畫起來實在是太鳥了 所以就有人就是說 那我就 我就這邊就畫一個扇形的狀況 這個地方 這是Open Stop 所以說 基本上 這種系列的擺法 是Open Stop 它特性 很窄屏 只比 只比那個 傳統的這種 什麼都不加修飾的Open Stop 好一點點 但是它就是好一點點 那 你如果想要寬屏可以 這邊就擺很多Open Stop 就是這邊再擺很多 然後不同頻段去砍它 你就可以 做到一個比較 寬屏的By Pass 所以 這個叫Open Stop 那有些人就說它叫什麼 扇形的電容 其實 我個人覺得它應該是Open Stop才對 因為它是 從Open Stop演化過來 在這邊 也給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基本上 By Pass的Layout 就是 大概就是這三種 就第一個 這樣子 那第二個也是這樣 但是它都是 從頭進 投出 那要不然就是 用一個Open Stop 然後 然後 Open Stop的特性 真的 非常窄屏 所以 我除非必要 我幾乎都不去 用Open Stop去做 這是 By Pass的 那個Layout的一個狀況 所以 大家知道電競體的Layout 要 要 把機身效應變小 然後 By Pass的Layout 也要把機身效應變小 然後同學做過 傳輸線的Layout 那也知道 Junction的Layout 然後也有 Blocking的Layout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個 完整的電路 你大概要怎麼去 繪製 好 那我這邊 就先用 用想像的想法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是一個 二級放大器 然後 那這有個 By Pass 然後這有個 第二路By Pass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第二路By Pass怎麼做 然後這邊是這樣做 然後 這邊是二級放大器 這非常非常的典型 然後這邊的偏壓是用什麼 是用 電阻去偏壓 然後 我這邊故意這個 輸入端 為了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 輸入端也可以用 By Pass 這樣做 這是一個完整的電路圖 OK 它不是模擬圖 是一個 電路圖 所以說各位要先做的事情就是 電晶體的Size 電晶體Device 那就畫一個電晶體 我電晶體用什麼顏色 Poly吧 可能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四周就是用什麼 就是用光把它補起來 小小的一個 這樣光把它補起來 然後這個地方把它接地 然後 然後這個地方 這地方接 Metal 9 這是M9 這電晶體做出來了 然後By Pass的話 照我剛才的做法 那 我顏色又一樣 就是By Pass 你是 你可能模擬起來要這麼大 然後 你的上板 然後你的上板 然後這是Metal 9 剛好在這個中間 這過來 然後這邊 這個是Metal 8的魚骨頭 那我這邊就想要把它的寄生效應再變小一點 所以這Metal 9就會一條龍灌下去 然後這邊再打到Metal 9出去 然後這個地方好像要接上去 然後這邊就打一堆灌孔 把它接地 接到Metal 2 所以這叫By Pass 那 那那個 電晶 那這個 電阻 電阻基本上就是Poly 那Poly它基本上 非常的靠近你的substress 所以說如果你的面積很大 它造成的 對地的電容 以及substress造成的 損耗 也會 也會 出來 所以 所以我這邊就建議說 這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 不要用太大的電阻 可能就是 你去找 我忘了哪一號電阻是比較小的 這邊小小一個電阻 小小的一個 然後一樣 我是這樣做的 我是這樣做的 就是把它拉到Metal 9 這個一樣從中間拉出來 然後這邊拉到Metal 9 就我有時候比較古板一點 那希望 這個電阻不要有 不要這樣子有太多的對地的電容 就盡量去優化這個東西 所以電阻也搞定了 那還有什麼 還有blocking 那blocking就是 就是 blocking就是 這個 那blocking的話 跟白帕子就不一樣 blocking是 怎麼樣 是下板進去 然後上板出來 這個 剛才同學都畫得很熟 叫blocking 好 所以各位弄好以後 那你第一件事情 我看我可不可以 我可以用選 我這可以群組 不想 這不能群組好討厭 好 沒關係 所以說 在第一個時間點 那大家的 我覺得 白帕子是一定要先畫的 然後電晶體也要先處理 然後 blocking是 可以慢一點處理 因為它跟Metal 9有一點關係 所以說你先把 那你畫完之後把電力體擺好 那你就電力體做好以後 我這邊電力體 假設我就畫在這裡 那請 請各位留意 就是我所謂電力體 這旁邊都已經把它 把它的sale都做好 像樂高一樣 然後 然後這邊就是加線 那這個transmission line 你就這邊 一開始拉 就拉直的線 這邊就拉 拉直的線 然後 還是一樣這個 每個線 它的sale都要做好 就一直拉 就是這個 線的sale 一直往上延伸 然後這個地方會有一個junction 所以 你這個地方就做一個 就把那個junction也叫進來 所以 所以我現在為了我畫的時間方便 我現在告訴大家就是說 每個 這個東西都要有 光sale 那我就現在開始 我先畫 訊號線 那 這樣畫 我才不會 線路畫不完的窘境 所以我這個地方是電晶體 然後 我這邊就有一段線 這邊有一段線 然後這邊有一段線 然後一開始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你不要在一開始的時候 做那個 做縮面肌的動作 我覺得 我覺得 一開始 你縮面肌你就會 你就會 變得有點沒有 重點 所以 一開始我就希望大家 通通都拉直線 就先看看說 我這個 即便我很大 到底 它大的樣子是多大 然後你才有辦法在整體的評估下 進行 改版 然後這地方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然後 然後電容 先畫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電容 然後這邊有個 這邊有個電晶體 然後 這個小小的電阻 小小的電阻 可能 好這這地方我們等一下再來聊 這邊等一下很有得聊 這小小的電阻 然後再來就是 這有條線 然後這邊有條線 然後這有個電容 然後 出去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 我是不是 我現在 完全 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完全沒有去縮面積 我完全沒有縮面積 然後第二個是我 第2路 都沒有畫 我還沒有畫第2路 這個原因是這樣子 我講完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先暫時休息一下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通常 你第2路白帕斯 為了 為了穩定的狀況 通常他都要顧及比較低頻的特性 所以假設你第2路白帕斯的特性要好 通常都要比第2路白帕斯要大得多 那如果大得多的話 他通常你的面積就要比較大 可能越大越好 那我們在這邊可能還會用那個 MOS MOS CAP 我們還會用MOS CAP去做 所以 一言以蔽之 就是 第2路白帕斯 通常他 他不用模擬得很準 你也不容易模擬得很準 這第一個問題 那 所以說 我們之前有些 實驗室 不是 我以前 我以前的想法是 我都要模擬得很準 那可是你的問題就是說 你一個很小K的 電容跟一個很大K的電容 你把它畫在一起去模擬 那你就會覺得模擬得很久 所以你不自覺你就會 為了模擬的方便 想辦法把第2路白帕斯把它說得很小 所以到最後你常會看到說 第2路第2路白帕斯看起來差不多大 然後 你在review的時候說 你這好像看起來差不多大 然後他說 學長我有模擬過了 OK 只要 有人說 我有模擬過了 大概都不祥的事情就會開始跑出來 因為 因為你模擬過了 那可能是一個 Special case 但是他的第2路白帕斯 照顧能力 沒有那麼好 所以往往會導致 他最後做出來之後 一不小心就會 因為低頻震大 所以 我一開始就是說 在一開始雷奧的時候 第2路白帕斯都先不要做 都完全不要做 那到最後你在 空間的時候 塞空隙的時候再去塞他 OK 那因為現在的 現在已經那個什麼 中場休息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給大家看說 要怎麼把這個東西 再繼續把它畫完 那我們就先 暫時休息一下 所以說 你現在把 IC 大概的草稿都畫出來了 那 所以說 下個階段 你要怎麼做 就是 我先講說 我先講說 假設 你畫出來之後 很棒 就是都不用 都不用那個 都不用縮面積 都完全不用縮面積 所以下一步 你要做的事情就變成 你要加PAD 你要加那個PAD 那PAD的意思就是說 接點 跟外部的連接要有接點 那PAD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那我先以各位現在 現在會遇到的PAD來講 所以說 你下一個階段要拿到PAD 那我就先 我就先 先畫給各位看 就是 你這個是 像假設這個是 這邊有個PAD 然後這邊有個PAD 那這是RFout 那是RFin 然後 然後 再來就是 這邊會有個DC 這邊DC 然後這邊出來也會有個DC 好 那所以說你的電路 做完之後 那你整個電路的輪廓 大概可以想成這樣子 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那可是 在那個 在你的Layout的DR7裡面 它有個路 叫CSR 那CSR就是說 晶片的邊角這邊 這是因為 你的晶片 它如果是切割的時候 你的邊邊很容易 很容易 損壞 所以假設這邊有放一些 很敏感的電路的時候 就會導致良率大幅的下降 所以它都會希望你的 你有一個習慣 因為 教育的 立場 希望有個習慣 把這個路 把它 把它 清掉 所以 所以說你免不掉這邊會 這邊 會控下一些面積 這邊會控下一些面積 都會有 最後就是這個 CSR 就做完 所以 這個地方是 RF的PAD 這是IN 這是RF的PAD OUT 然後這個是DC的 這是DC的 那 我DCPAD 我這邊 還漏化一個 叫做 GroundPAD 這邊最好要有 GroundPAD OK 所以 所以我們在 我們這邊 這邊就接觸了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大概輪廓就找 找出來了 那 當然啦 就是 還是一樣 再叮嚀一下 我這邊畫只是畫訊號線 但是我不希望讓大家有個 有個 刻板印象就是說 我只要 管訊號線就好 因為 我這旁邊還有很多光Sale 這邊還有很多光 所以一開始做好的時候 你應該就是 在你的電路的旁邊都會有一些光Sale 這邊也會有光Sale 你的電路旁邊都會包一些光Sale 然後你就會發現有些空的地方 那空的地方就用光Sale去填 很快就整個都填完 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這東西直接下線 其實基本上一定會被打槍的 因為 它的電路的那個 面積的利用率其實不高 那 說面積的事情 我們可以慢慢聊 但是 目前這個地方 是 然後這個 光 是鋪在這邊 然後 這個光Sale 你就會有很多光Sale 然後這邊是光Sale 因為這個旁邊這邊 就是 就是 因為都已經在正格上 所以鋪起來一定很簡單 所以 所以這也是 你就會體會 那今天有些東西還沒有帶正格 它有機靈地 那請務必把它修掉 那之後 就會確保你鋪 在這個 在這個時候就會比較簡單 那我以前就是 我們以前實驗室並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說 一開始鋪的時候 你常常會這邊會有一個很大的縫 然後你跑DRC的時候 這邊縫就一排 然後就慢慢去修 那修的時候 移一下旁邊這邊又多了 那這個東西花了N天 那我就覺得這個不需要 你就是一開始的正格把它做好就好 OK 所以 這個地方 這個是 DRC這一塊 好 所以說 我們 講到這邊的話 那 那 給大家再 take a look一下 就是 一開始 就是 我們有這個 那我們把我們元件化好之後 就可以大概擺一個這樣子一個 這是一個 還沒有 精簡面積的一個電路 但是這個電路很重要 就是 也許你 你的面積依依據你的系統的使用 那做縮減 所以 一開始一定會先畫個這個電路 這一定是要先畫 不要一開始就開始 縮面積 要不然 你就會 算你以後一定 一定知道我要講什麼 OK 那 那 那接下來我們就 就講到 這裡的話 我們就順勢再講下去說 那 我的晶片 那做好之後 我要怎麼去做 量測 量測這件事情 那 大家都知道 就是 你這是一個 RF IC 對不對 那 你看到的IC 基本上是什麼 黑黑的一顆 有沒有 然後他的背面 可能有些 喜球 就是 你看到黑黑的一顆 那他的 他的下面是有些喜球 那或有一些焊點 或說這邊 這邊有些銀角 那這種東西叫做Package 叫封裝 那封裝這個事情啊 是一個 很大的學問 那台灣的 台灣的那個 封裝測試好像也是 全國最大 日月光 或旗下的 細品 都是 全國最大的封裝 全世界最大的那個 封裝 封裝廠 好像是這樣子 規模很大 那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想辦法把 IC的腳位 就是 假設你 你這邊做一個IC 那你要 你要讓IC可以用 那你就會把這個IC 貼在一個小的電路板上 IC他把它貼在一個小的電路板上 那這電路板 你就是 再把這個電路板上 有一些小小的腳位 然後就牽出來 然後他把它叫Fan Out 那牽出來之後 他這個電路板這邊 這邊就會有一些 有些接點 就接下去 那這個接點下去 他可能會加球啦 或者說就是直接就是一個 一個金屬接點 然後最後做完之後他再把上面 用那個 封止計把它封起來 那視為之 就變成是你一顆顆的IC 那 IC為什麼要把它封裝起來 是因為 IC這個買來以後 剛出廠的IC 他基本上 他對於那個 其實主要的問題是水氣 就是說假設你一出廠 那他IC接觸到水氣 其實他的特性 難免會越來越差 所以說 當你把這個IC 封裝好之後 那他外面這個接角可以做得比較強 強化一點 所以你就變成說你的IC的內部比較脆弱的地方 比較有被封止計把它保護起來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封裝的一件事情 那 所以說 如果 你要做成封裝 那你就要把這個pad 依據這個封裝的要求 進行佈置 所以你的pad不能夠隨便畫 OK 但是現在 在我們這門課的範圍裡面 我們通常 我的範圍只教到 就是說 封裝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我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我們這學期 我們今年度 我們做了一批電路 然後我們封裝選擇錯誤 然後整批就 就現在還躺著 看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你知道嗎 超痛苦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還在講 想備用方案 就是一開始沒想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 以現在各位 要真正去測試 IC內部的核心的功能的話 其實你可以使用一種叫unwaver的測試方法 那 通常 學術研究或者說 在 在研究所碩士 你就做到這邊就已經 就已經其實已經可以完整的證明你的RFIC設計能力 OK 所以說unwaver的做法是這樣子 就說你有一個小小的IC做完了 那這IC出來的名字 我們就把它叫做貝爾代 那我們的中文叫裸金 就他完全沒有加上封裝 沒有穿上衣服的這種裸金 那這種貝爾代 那他小小的 那他非常的容易壞掉 那你就把它 好好的 把它放置在一個窄盤上 然後勒 然後你的這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需要 你需要 你需要 你需要把東西跟這個接點接觸嗎 所以你就需要有個叫做 判針的東西 就probe 所以說 像在這裡是直流probe 所以你這邊可能就是直流probe 這邊有一個針 這有個針 那直流probe在這邊加上去之後 那你可以在這邊接上 接上那個什麼 直流的線 直流的線 然後到這邊就最後出去就是鱷魚夾 然後最後夾你的power supply 所以這邊有個直流probe 那直流probe出去之後就可以夾鱷魚夾 夾到power supply DC 那這個地方就是用RF的針 那RF針接出去之後就會接到cable 這個叫cable 然後就接到儀器 那所以說我們的儀器 假設現在各位 現在要聊的是 這個東西的S參數 那你就要接到 S參數的儀器 那這S參數儀器 我們通常最常用到的就是 向量網路分析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Analyzer 好 那你就把這個cable就牽到這邊來量測 那你校正之後你的平面就交到這邊就好了 那你就會到最後就是 可以量 完整的量出你這個東西的 S參數 所以說 所以說其實 其實 晶片的大小是很小的 晶片大小 像 一般你們這個做出來的 大小大概是 1.5 乘上1.5 m 平方 就是 你的高焊寬在 CMOS電路裡面 大概就是 小小 1.5 乘上1.5 m 平方 各位做 勒勒就知道 大概就這樣 太大就有點奇怪 除非說是 很大型的電路 那所以說 所以說你這個小小的東西 可是 你的cable的大小 通常都是 都像我手上拿的cable 大概就是 你可以看到 絕對是 遠大於你的晶片 所以你cable會延伸出來 你的底端就要加上 這個叫探針 叫probe OK 那這個叫探針 那至於探針前面的形式 那你就要看說你量測單位 可以support的探針是什麼 像譬如說 我們實驗室可能會 喜歡用 200的針 那可能 TSRI 他們的量測儀器 的事業部 他們可能是 100的針 所以說 你們在 在下限完之後 要去量測 請務必 去確認你的量測單位 他的探針是什麼 那如果探針是錯誤的話 那你將會得到一個沒有辦法量測的一個 非常可惜的一個狀況 這個要確認 那 通常 這個探針 探針的這個 這個probe 這個探針的規格 他通常都會跟你講 譬如說假設是pitch to pitch 那什麼叫pitch to pitch 就是這個探針的 針爪的那個中 中心點對中心點 那假設有些 中心點對中心點是100micron的中心點對中心點 OK 那他就代表說他100micron這樣下去是OK的 所以說你的pad 你的這個 就要跟探針的pitch to pitch的pad 就要一致 所以這個的中心對中心這個就要100 那至於這個pad的大小 這個我就不知道 因為 因為自從 那個什麼 點18之後 他好像就會有 他自己的rfpad 所以我這邊想要請問一下 有經驗的同學 這個通常 那個tsr下90nm 他的pad是不是可以去抓 他們內部的library 這是我的問句 還是不太曉得 都不知道 在場 我也忘記了 那我 我自己實驗室 自己 好像沿用很久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好了 就下禮拜大家可不可以去 去找一下pad pad 就是rfpad 尤其是rfpad 那他的rfpad可能會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 這邊會有個metal9 然後這邊會有個比較長的 那你如果去看 那底下可能還有個metal1去連起來 所以說你實際上rfpad怎麼做勒 你的gong cell 就跟metal9這邊接起來 因為他這個是g 這是gong 就是 你在量rf訊號的時候 你都是用gsg的方式 中間就是signal 兩旁是gong 那所以說你的gong都要接起來 那這個地方也是gong把它接起來 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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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接到你的 那個gong cell 就是你這塊的接法 是這樣 那如果 接一般的 電路 一般的dcpad的話 你可以這樣接 就是說你直接 做一個pad 那這pad是從metal9連到metal1 那他就metal1也有 這邊也有 那你 你的旁邊的gong 就跟他距離 閃遠一點 我會這樣做 就是旁邊的gong跟他閃遠一點 就是不要接到 因為 接到他就signal 所以說假設是gongpad的話 你這邊就 就metal2就把它連起來 那不是gongpad就不要接 就接 你旁邊的訊號線這樣接下來就可以 所以 有關這個pad 就是這個 這個禮拜回去 各位看看pad有沒有弄好 然後有pad之後就 先要模擬bypass 然後再就是pad要把它 把它想辦法找到 那如果找不到趕快 趕快下禮拜讓我知道 然後我們來 看看怎麼去找適當的pad給各位 然後 這樣的話 也許各位就可以把 大的這個佈局把它搞定 那 當然這個pad之後還有一些考量 譬如說ESD 這些考量都是 都是很零碎的 所以說 其實這個部分 還是要 看看最後大家的進度 我們再看怎麼把一個 晶片考量好 簡單講就是 晶片的內部是一回事 但是 你把它整個對實現的話 還有一小段路 那這個DRC驗證 還有一個東西叫LVS驗證 這個東西也是 後來要去做的事情 OK 那到這邊 給大家 大概花 花大概 幾秒 一分鐘時間 Take a look 然後看看 有沒有什麼樣問題 然後我再來解釋一下 總是就是 大家心裡想一下 你回去 要先找pad 一組很多人 有人 先趕快把pad先找好 那這pad在RF的話要GSG 那有一組人要趕快去畫那個什麼 BIPASS電容 然後把BIPASS電容的S21 畫出來 然後要用一種 不會扣分的方式 就是 我剛才提到過這種 一條龍骨的方式 把它機身效應變少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能的話 你就是把你的電路拼出來 看可不可以拼錯出一個比較完整的電路 這時候完全不要去 那個 縮面機 完全不要縮面機 不要在一開始就縮面機 那你拼完之後 那旁邊的光線 這邊的機靈地還暫時不要畫 因為到時候縮面機的時候你就不用再重複一次 大概就是今天我要講的 一點點的一些部分 那給大家先消化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有問題可以先 先提出來 那我們就回頭來講 DC配的好了 就是 一般來說 RF探針 他都會有跟你講Pitch to pitch的限制 所以說 請注意就是那個 那個 量測單位他的一些規定 那量測單位 每個量測單位有微運他實驗室的方式 所以說 規定就是 就是需要遵守 所以說也沒得談 所以說他怎麼 怎麼去 怎麼去規範你的這個量測路 你就遵守他要這樣做 那 探針這個事情很有得了 探針他 超級貴 就是像現在 一個探針 最近有一些 那個越來越多 就是 台灣 日本的公司 他突破了一些探針的技術 所以探針才會越來越疊價 那 早期的探針其實一個探針都 都動輒7萬塊 就是 比較低頻的探針 那如果是 比較高頻的要做到 那個 Waveguide的話 我記得我有經手過 一對針30萬台幣的 一對針30萬台幣 就是 一對針就可以買一台汽車來跑 大概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說 其實你在 然後探針又超級容易壞掉 所以假設你的探針 硬力不當啊 他可能壽命就減少了很多 或是說你一不小心你的探針 那個行程沒有抓好 你在顯微鏡下操作的時候 一不小心就 損壞了 那就是以一個 十幾萬的 方式去 去 去把你的這個 這個 財務進行損失 所以 探針通常都很可怕 所以 一般來說 你在 在那個 量測單位 下探針的時候 他們都會 非常非常的謹慎 這樣子 那 直流的探針這一塊 這塊就是這樣子 假設 你的直流這個探針 是有一個規律的 那這個規律 那最簡單的規律就是 你如果說 你的 每個的pitch 它中間是有 它是有一個 間據是 符合那個 符合那個探針公司的 就符合量測單位的那個 提供的 規格 那你就可以請量測單位 直接下探針 就可以把直流也下下去 所以最後的量測就很簡單 就是 全部就是你就給他一顆IC 什麼都不用幹 就一顆IC給他 然後他就是 探針全部下去 然後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儀器 大大大大就量出來 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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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IC 會有多少個直流 其實很難確定 你的IC 你可能好幾級放大器 你的直流 喜歡往上拉往下都不知道 直流 所以說 在你很不確定的狀況之下 你實在是非常 有時候 有時候你實在是 非常難做到 你的直流跟那個 量測單位的探針一致 很難 那所以說到時候你還可以有 應變的方式 譬如說 你就可以把IC 打在一個電路板上 然後去打線 然後這個電路板再拉出來 那電路板拉出來之後勒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焊那個線焊出去 那你是不是這邊就可以接線接出去 那這個時候是 DC才可以打線 RF 直接下針 然後DC打線 所以你這邊就會有個電路板 這個是偏壓 偏壓板 那這個時候 請注意這顆IC就浪費掉了 因為他 他已經 已經接在一個電路板上 那這個時候有時候是不得已而為之 就是說 有時候你的IC上面 就是沒有辦法 依據那個 依據量測單位的那個方式去做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引腳拉出來 OK就是這樣子 那 那 我實驗室裡面 因為 我們的偏壓實在太多樣了 所以說我們到最後通通都是用那個 都是直接 D4就直接做電路板 那電路板的話 其實 他 他有時候 有時候 你也不做電路板不行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 有時候有時候 比較鐵齒 就覺得第二路百化石 還好 然後到最後量回來 哇靠震盪 低頻震盪 那就開始 無線回圈 就是 在這地方焊一些電容 然後去打線 然後去測 我還是在震盪 再焊一下 打線測 一直回圈到 會動為止 所以有時候會有這個困擾 那 當然有時候的電路就是說 你的第一路放不進去太大 你第二路放在電路板上 有時候會這樣 所以說其實 有時候你難免會 放在一個偏壓板上 這個是 這時候有時候會遇到這件事 那 我們實驗室就是 就是 還是可能是我一直沒有想辦法去 買這個 D7針 也有可能 就是 但是 最方便最方便 還是全部是用D7針 但是它會讓你的 讓你的測試的自由度降低 這大概就是 目前的 目前的一個 一個 設計的一個 一個狀況 所以 我也跟大家講了 配的 然後講的 那個 電路板 這電路板這樣子 那 我覺得 新手最好 最好先 全部 符合 TSRI的 下針的方式 會比較好 然後 因為電路板你還要畫 還要早上洗 然後要不然就要自己去洗 那這些都是一些 一些gap 這個要小心 然後下針 然後兩側 然後整個IC OK 那大概就是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那所以 所以我們今天還有什麼 我想一下 我們今天還要聊什麼議題 看一下現在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很多時間可以聊 那 我們今天要 今天我們講了 一開始從bypass 講到 要怎麼畫一個layout 好 好 那所以說 再 再來 就是 再來就是我們 說面積的議題 你要怎麼去說面積 那我的 我的建議是說 各位同學你在說面積的時候 你盡量 你盡量要 盡量要 要那個 可以去多觀摩 就是 就是可以把 多一點的layout 攤出來看 那所以說 所以下禮拜我建議大家也可以 去網路上查一些 就是別人的layout 那就上來報告一下 那指一下他怎麼走的 那他的面積是多少 那我覺得 這樣的話也有助於 觀摩也有助於自己變好 那我下禮拜 也會提出一兩個我覺得 畫得很好的layout 可以給大家 互相看一看 那這是 觀摩是一個重點 那 說面積的重點基本上 就是把線折起來 所以說我這邊 也給各位講一些基礎的觀念 就是說 一條線 那有些 有些同學說面積的第一步 就是 就是這樣 我嫌他長 所以我就把它 D4就這樣 蜿蜒 但是 這個蜿蜒是不是好的 不知道 因為 你要說面積的時候 也許 也許你的電路 假設也許你的電路的長度 就是這麼長 所以說你要說的變成是 旁邊這一塊 假設 你這一塊 那你往這邊移 就可以 這個 往這邊移就可以 折 簡單講就是 你的線 你只要折一個線 它是不是要有個彎角 那有個彎角 就會有點不準確性 所以說你的想法就是說 在你彎延的時候 你盡量的把彎延的變少 然後又不要多很多線 那這個 聽起來像講幹話 但是其實就是 你就是盡量的把彎角變少 有空間 所以說 通常就是這樣子 幾個人坐在一個 房間裡面 然後把料打出來 然後 心情先 放輕鬆 然後就看說 我這邊還有什麼空間 可以怎麼擺 那大家討論久一點 可以討論出來 它有點類似在擺家具 擺一擺就是 會有更好的位置 那這是縮面機對於 蜿蜒線的做法 那另外一個 有趣的點 就是說 縮面機的這件事情 有時候 你會因為Layout 一不小心加入一些 你不要的線 這個時候 你可以透過一些Layout的手法 把那線再把它弄掉 我舉例來說像這裡 你這邊有個電容 那你這個電容 你如果直接 靠上來的話 這邊是不是有個 會變一個很奇怪的 一個junction 所以說你這個地方 就無可避免 這邊要加一條線 那這就是你多加的 多加的 那這個多加的 第一個 它除了 多增加你的 那個 那個 寄生效應之外 它面積也會變大 所以要怎麼樣 完全的 就解決掉這個問題 有個方式 就是像這樣子 這個地方 我就不會這樣畫 我就會這樣畫 這邊是一條線 然後我就會把我的 Bipass電容 畫在正中間 好然後 這條線 就接到這個 Bipass電容的下板 然後 這個東西要跟它接起來 我就把Bipass電容 當成 junction來用 所以 Bipass電容的上板 就接出去 就這樣接 所以說我這個的結構 跟這個結構比起來 我就少了一些線 那既然少了線的話 那我的寄生效應 一定用是最少 所以說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你在畫 內套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一些 一些 為難之處 就是說你一面畫 就要一面把這些多的線 要加到你的電路去 然後一直加 你的特性就飄掉了 OK 所以說你最好就是 你的內套的擺姿 讓你線 什麼都不用加 那我舉個例子來說 像這裡 這個電路 這個電路在 在這裡 在 Gate端 基本上就是一個 電阻 那可是電競體這邊這麼小 就是大家畫電競體都知道 這邊很敏感 所以你電競體這麼小 這邊還在加個電 電阻 是不是 這地方 這地方非常的 誤差很大 那沒關係啊 那我就是 我就是這邊加一個 blocking電容 那我的下板接到這個電競體 那我的 都是下板嘛 所以我的電競就從這邊牽上去 那這樣是不是這邊的結構就變簡單 這樣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 電容這個東西啊 其實 你不一定是 左進右出啦 像bypass的電容啊 就是什麼 就是 上進 然後撤出 那 那 那有些電容啊 如果你能夠善用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junction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很多的 不必要的線都修掉 那 那我以前 我在 我以前我們在下線的時候 我們 光修了要就可能修一個月 就是 大家看看你還有什麼東西要 要清了要清了 這個 好像還可以再擺一下 然後那時候你的模擬也沒辦法模擬很準 所以我們就會看說 這邊是不是太近了 那太近是不是要怎麼樣 那就 所有的這些 RFIC的知識就是在這邊 一個一個傳授出去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 讓人 越來越會做電路 就是 所以RFIC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也講了 junction 然後 盡量不要多一些線 然後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重要的 好那我就下禮拜看大家的狀況 那我們再來看結果 好 那 所以說我現在還有一點點時間 那我們在 那我們就開始聊 偏壓電路的東西 還是這樣 再聊回偏壓電路的東西 那就是我今天講的最後一個主題 這是 偏壓電路 假設我們這邊是一個 short stop 那我剛才講過啦 就是說 電晶體一出來 這個地方要加short 這邊加short 然後因為外面有個叫 zx 我要把 x 轉成一個 已知的值 那最簡單的值就short 就是 y z等於0 這種 這種值 真的是 所以 所以我加加bypass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 我還講了一件事 就是假設 我希望我的放大器的增益 是這樣子 那我bypass掉下去 這個是 這個大概 大概我這個頻段在這裡 那我擺pass在我要的頻段 附近這邊就要到-20db 那可是 那這邊怎麼辦 這邊怎麼顧它 這邊是一個問題 這邊要怎麼顧它 那 實際上各位可以看 就是 你如果 如果有感覺的話 你通常都會感覺到一件事 就是 反射係數 反射係數這邊反射係數很爛 然後這邊matching好才會好 所以 你看這個地方 這地方通常 百pass的效應已經開始 烈化 然後所以說 它的反射係數又很爛 更又很高 就一副就是很危險的地方 所以如果設計不當的話 你這個地方可能會 吐起來 很多人都是這個地方吐起來 然後如果這個地方吐起來的話 那吐太高你量測 達到一個震盪條件 它就會 就會死在這邊 再叫高頻震盪 那高頻震盪對於這個量測的電路 就是判死刑 就沒得救 這個你也不用去調 因為它頻率那麼高 就是基本上是你的 你的那個 那個匹配那些問題 所以說 你你這個 但是這邊 百pass電容又顧不到 所以你要怎麼辦 你的方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通他的機制基本上是這樣子 你在這邊有matching 那你看 那你看 你的你的 在你的 在通代裡面 你這個訊號就進去又出來 但是 在你的 比較不像在通代 就是比較低頻的時候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不是像是open一樣 對不對 低頻的話 電容值就 就看起來 一個電容就看起來 這樣開路 然後在低頻的時候 假設這個bypass還是short 那是不是就像是一個短路到底 所以對於很低頻的時候 它就是像一個 這邊遇到一個開路 這邊遇到一個短路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很大的反射 所以在低頻的時候 它是一個 強反射 那低頻的時候 GMS又很高 GMS很高 遇到強反射 那就是一副要震盪的樣子 所以說 最好我們在低頻的時候 給它一點點 會有衰減的東西 那所以說最簡單的事情就是 我這邊加上一個電阻 然後這邊加一個很大的電容 那這個電阻值多少呢 那 在這邊給各位一個建議 起始值大概是30歐姆 然後這邊最後就接出去 大概是30歐姆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假設這個電阻很高很高 1K好了 那下面的電容沒有效能 那假設這個電阻很低 1歐姆好了 那基本上 那就像是接一個反射一樣 那於是它就是看到一個 很強的反射 所以說 你要讓它看到 大概30歐姆的這種感覺 所以 我大概 會加個30歐姆的電阻 那所以說 在比較低頻的時候 它被擋住了 然後低頻的時候又穿過這個bypass 所以說 我就會看到 什麼電阻 所以低頻的時候看到一點點電阻 然後把它擋住 所以說你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在 低頻的這個反射係數這一塊 那你就用這個電阻 去把它殺掉 這個是 這是一個 比較 比較 很好 這是一個必要的做法 尤其在 毫米坡的時候 這個東西 你不這樣做 大概 10個電路有7 8個都會震盪 那 至於這個電容 你就盡量 空間有多少就畫多少 就是把它畫得很 畫好畫滿 所以 在這裡 假設 你只用mim電容 那在這邊電容的話 我就會怎麼做 我就會把它 畫得很大 我就這邊有機靈地 我就盡量塞 就畫很大很大 這邊有空間我就畫 在不影響到我的 RF特性的時候 我空間就給它畫得很大 我電容 第二路白髮子就畫很大 好 那當然 當然 事情沒有那麼好的 因為 你畫那麼大 那 你的這個電路的緊湊度就 不好 所以就有人就跟你講 電路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寬 就那麼窄 那電容怎麼辦呢 就是 總之就是 電容基本上它不一定是要方形的 它也可以是這樣子的形狀 你只要DRC會過就好 你也可以是兩三顆 這顆方形 跟這顆方形把它並連起來 都可以 所以說 電容 第二路白髮子就這樣想 然後第一路白髮子跟第二路白髮子中間 不一定要緊鄰著 所以說 也不要說 我一定很強求把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模擬 因為根據我們的分析 就是 第一路白髮子跟第二路白髮子中間 假設有一條線 它特性要更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邊是short short之後 加一條線 再short 那 格力度會更好 那如果short之後再加short 好像 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所以 我的經驗是這邊有一條線 沒有比較差 還會更好 所以說通常我的做法就是 我的 第一開始的layout只會 顧到這邊 顧到我的內盒 內盒顧好之後 然後外面這邊 就是 我就內盒通通都化完了 然後我外面這邊 這個配電的偏壓 我就是 在我的基靈地 盡量的利用基靈地 有時候你的配的在這邊 有時候你的配的在這邊 那你的bypass就可以塞在這邊 也可以 就盡量的 去利用你的基靈地 去做你的bypass 第二路 第二路 那 第一路第二路中間 不要太強求說 一定要一起模擬 我覺得 我事實證明他中間有一條線 真的特性比較好 OK 那最後 今天最後再帶給大家一個想法 就是 我這第二路bypass 不一定要 NM電容來做 不一定要 NM電容 那 那那個 大家去找 那個90代米 有個叫 Moss Verator 就是他 他用來做可變電容這個東西 那這個可變電容這個東西 他 他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 Gate 那有個叫Source跟Drain Source跟Drain 在裡面就連起來 所以說你把Source跟Drain 這邊可以先接地 然後Gate這個地方拉出來 然後接上一個電阻之後 再接出去 這就變成是第二路bypass 好 那這個東西 如果這個 這個是Verator 所以如果這個Gate偏壓 往上拉的時候 他的電容會比較大 那他電容 同樣的面積之下 他電容的 那個值可以是 NM電容的4到5倍 所以說 如果你用Moss Verator 然後把它做成那個 第二路bypass 那你這個面積就可以再省一點 所以這邊可以跟各位講一下 那如果在 這堂課你如果 來不及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就是這樣做就好 OK OK 那最後 最後講完最後一個就下課 就是 最後還有一個要點 叫做ESD 那ESD 因為我們 我們那個 我們交大有一個 ESD的那個 超強的老師 所以說我這邊也不敢說什麼 ESD我很懂 但是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只有ESD使用的經驗 那 ESD要怎麼設計 當然還是要去 去真正去上過他的課 那 知道一些細節 那 ESD基本上 我們在RF電路裡面 比較常遇到的問題通常都是這個 就是RF電路的Gate Gate端 他如果超過1.2V的話 那這邊的 Aside就會打穿 所以說你看喔 你的RF電路 假設 你這有個Gate 然後你這邊接一條線 然後到一個PAD 然後這PAD有接點接出去 然後有些人的手啊 假設有帶了靜電 就一不小心碰到這個接點 那靜電就會在這個 電光火石的狀況之下灌進去 那可能對這個 這個Gate造成 100V到1000V以上的電 那個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會 把那個電壓充得很高 那在那個短時間之內 你就摸一下 他就 就壞掉 那他壞掉的時候是 無聲無息的 就是 你就可能這樣摸一下 他就 就壞掉 那 實際上 我們自己的經驗是 就是 我們實驗室以前 在 在做 CMOS電路的時候 一開始當然是從 點18 點35開始做 那點18的時候 他好像是 3.3V 可以撐到3.3V 那3.3V還算是一個 比較高的電壓 所以我們通常 點18電路做回來之後 我們也沒有再注意他 我們就去量 也沒事 那我們 三五軸電路的話 他的 他損壞的電壓是 10V 所以他 蠻出勇 加上 3.5軸電路 他的內部有一些 天生的保護的能力 所以 他 他不太會有 ESD問題 所以有人問我們說 3.5軸 ESD要怎麼做 其實 我們其實比較沒有這個經驗 因為 好像沒有 太大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遇到 點18的時候 就開始會 有時候會鬧鬼 什麼鬧鬼 今天量完以後 明天就死掉 然後我們再去 打線 一批量完 那我們就 這個鬧鬼狀況是什麼 反正 CMOS比較嬌貴 OK 然後到了90奈米的時候 那就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是一直壞 壞壞壞壞 我們那時候配的還沒有這個觀點 就壞壞壞 然後 到最後 我們就 你如果是 實際上實驗室來量 就會壞的話 那你就不用講 這晶片根本就是 實用性 有問題 所以說 我們的經驗是 如果我們打線打出去 那因為它很容易碰到別的東西 就會壞 那如果我們下針 下針完之後 那你又碰到 碰到一些外界的東西 就會壞 那你很難不碰到它 對不對 那 除非說你的晶片就把它 一直裝在一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房禁電的那個東西 可是你拿出來那一叉啦 就有可能會壞 那我已經盡我的能力 譬如說 焊接的時候 手綁 禁電環 然後 那我的 焊槍就要不時去接地 還是很容易壞 因為它真的 真的就是很容易壞 它的定義就是這樣 所以說 你要怎麼辦 那我們後來的方法是這樣子 這我只能先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我這邊不一定是正確的解法 但是他 幫我們把大部分ESD問題都解決 那你們自己可以看要怎麼做 那 實際上但是還是要看上課怎麼做 那他原理就是這樣 就是假設這有個 那 那光是一大片 這沒有錯 那這光啊 你就這樣 這樣接個二極體 然後 你再接個二極體出去 然後這個接到VDD 那VDD可能是這邊有個VDD吧 所以說 假設這點的電壓 很低 比0還低 那這是不是就會導通 那導通的話就會使得這點電壓不會比0低太多 那如果這點電壓比VDD還高 那這點就會導通就會使得這點電壓不會比VDD高太多 所以說你只要在ESD配的裡面 埋這個電路 他電路的死亡率就很低 就可以降到蠻低的 那是不是降到很低很低很低的低 那大家還是要真的去上課 你才有辦法把這個 進奧都把它學會 那就上了柯老師的課 他就會有一些方式 那但是我們這邊這邊的部分 我只能說這很粗淺的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的原理是 是這樣抓 券端其實不太需要加ESD 因為券端他應該會流電流 電壓高可能電流就流 但是GET端的話 你不加一定會死 所以這個是大家留意的 GET端超容易死掉 OK 那我們現在上課已經到了尾聲 所以今天就把這麼很多很瑣碎的料就 把它講完了 所以下禮拜 希望大家就是 盡量再把一些料弄上來 能的話 你把配的畫一畫 然後把整個電路畫完 你就大概就知道可以做出來 這個是 下禮拜希望大家 就是 能夠挑戰看看 好那今天上課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